最新曝光監視器 保姆打開自家鐵捲門 四名男子上門沒講幾句話 黑衣男子朝保姆呼了一巴掌 講著講著又再打一巴掌 力道之大保姆跌坐在地上 不只用手呼巴掌 還看得到用腳踹 監視器雖然沒有聲音 但之前先流出了音檔 拼湊還原 四名男子追問女嬰的死因 七分58秒的影片 保姆被打了五次 動手的黑衣男子就是女嬰的爸爸 而爸爸本人也在臉書承認 反問敢公布這段影片 女兒在保姆家三個小時的影片 為什麼不敢拿出來 女嬰家屬認為 當初保姆一直說家裡沒有監視器 現在又流出了這段毆打保姆的影片 扣上逼共私刑的帽子 認為是在帶風向 人無女嬰送保姆家兩天不幸身亡 家屬追究原因 先前一群人到保姆家撒明紙 警方還在偵辦中 現在又爆出動私刑的影片 警方表示避免雙方激化對立 家屬自傷完後將依法偵辦 TVBS新聞趙莉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